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 出入境游的热度持续上升 这个春节中外游客双向奔赴 使春节成为全球旅游消费的高峰期 联合国旅游组织预计 中国出入境旅游将在2024年加速恢复 推动全球的旅游市场复苏 龙年春节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提振了全年市场的预期和信心 春节假期期间 中国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6326亿元 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7.7% 春节党的电影票房达到80亿元 打破了历史记录 火热的出境游也让世界共享春节消费红利 体验欢乐祥和的中国年味 正是一年春好时 我们将继续推动中外人员往来便利化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为各国共享中国机遇提供更好的条件